海峽兩岸的距離不遠 穿梭海峽的歷史很長 一萬多年前的冰河時期 海水下降 台灣海峽因此成為陸地 大量華北及華南地區的 普魯動物群 走過海峽陸橋來到台灣 遠古的大陸獵人 追逐動物冬遷而來 他們應該就是台灣史前 最早的人類 瀕臨太平洋的東部海岸 台東長冰箱八仙洞 發現了台灣 最早的人類活動遺址 它屬於舊石器晚期的文化遺存 這裡的考古發現證明 至少在三萬年前 人類已經到達台灣 學者認為長冰文化人 應該來自華南地區 但在五千年前突然消失 大約一萬年前 冰河期結束 海水上升覆蓋陸地 形成台灣海峽 台灣從此與大陸隔離 成為汪洋中的一座島嶼 大約在六千到五千年前 一群善於航海的人類 滑著獨木舟 衝破海浪 從海峽對岸來到台灣西海岸 在今天的新北大奔坑上岸落腳 台灣由此誕生了大奔坑文化 它標誌著台灣 新石器時代文明的到來 新石器時代的文化 一開始大概主要是在台灣的西海岸 然後慢慢地向全島去擴散 變成非常多元化的台灣的西天文化 那麼大門坑文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意義就是 很多學者認為這個文化 他很可能就是目前台灣原住民的 一個最早的祖先 在漢人尚未移居台灣之前 島上居住著台灣原住民 他們以一個個互不相屬的部落和族群 分佈於平原山區 今天台灣2300萬人口中 他們大概佔2.1% 台灣原住民 因為他的語言和在東南亞和太平洋 很多講說南島語族的講的語言 基本上屬於同一個語言 所以台灣原住民 它是屬於南島語族的一部分 南島語是世界上唯一主要分佈在島語上的一個大語系 分佈地域相當寬廣 澳洲學者貝爾伍德認為 南島語是從台灣擴散到東南亞的 但台灣並不是南島語發源地 南島語的祖先在距今5000到6000年前 從福建來到台灣 他們在台灣發展出語言學家今日重建的 原南島語 並保持沿海經濟超過1000年 直到約4000年前 遷移到菲律賓北部 攜帶著他們傳統的農業 製陶和航海等技術 好聰明 這個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 它的對面就是發了個什麼省 福建 福建 我們從這裡過去 如果現在有機器的那種房子 大概現在只要幾小時 4到5個小時就到大陸了 好 所以呢 中國東南沿海福建省 3000多公里的海岸線 孕育出新石器時代的海洋族群 與台灣大奔坑文化同類型同時期 甚至年代更為久遠的 新石器早期文化遺址 在福州 閩喉 潭石山 平潭島 可秋頭等等多處發現 2001年 位處閩江出海口的馬祖亮島 先後挖掘出兩具亮島人骨骸 經過測定 分別為距今8300年 和7500年 確認與今天的台灣原住民 以及東南亞的南島羽族 有著母系血緣的親緣關係 這一個重大考古發現 使得中國大陸東南 成為現今南島羽族起源地之一 這個理論更加堅實 而台灣近年的一次考古大發現 則進一步揭開台灣南島羽族的始祖 大奔坑文化的源頭之一 1996年 台南科學園區破土洞工 台灣規模空前的搶救考古工程 隨之啟動 那麼我們在進行 有15年的搶救考古工作 發現大量的這些 各種不同時代的這些文物 它的數量可以100萬計的 其中年代最早的年代呢 大概是在5000年左右 我們叫大奔坑文化 5000年前 南島羽族仙人的生活面貌 終於在今天展現 它從大陸來的時候 它已經有農業了 它又會養動物 它們精心埋葬了一隻狗 5000年前家中養了狗 它們帶來了原始的農業技術 種植小米也種植稻米 它們居住在海邊 過著魚羹狩獵的聚落生活 它們擅長燒製陶器 被稱為粗繩紋的紅衣陶器 大奔坑文化裡面 最精彩的是它的陶器 它幾乎每一件陶器上面 都有這個波浪的紋的 這樣一種花紋 那這個反映出來的 當時人類對於海洋的喜好 對於海洋的這個適應 這些整個的器物上面 都反映出來 這個文化它就是一個海洋文化 它就是從大陸的廣東福建 然後移民到台灣來 它跨過海洋來到台灣 那麼這個文化 從大陸到台灣之後 然後慢慢地發展 可能是一部分從台灣出去的 成為整個東南亞和太平洋地區 南島羽族的它分佈的 一個源頭 那有一部分人呢 就繼續的在台灣呢 就生存 發展 演變 到最後呢 變成現在台灣原住民 如果說 來自中國大陸東南沿海 以大奔坑文化為代表的 南島羽族先民 開啟了台灣五千年前的史前時代 那麼 四百年前 湧動而起的 漢族先民過台灣的浪潮 則是中華文化 被視為 進入台灣的歷史開端 此後數百年間 台灣經歷了 被荷蘭 西班牙佔據的 河西時期 鄭成功開創的 民政時期 長達212年的 清朝時期 被日本殖民統治50年的日據時期 直到1945年 抗日戰爭勝利 中華民國政府光復台灣 這座島嶼 歷經滄海桑田的變遷 走到今天 往事已經遠去 甚至變得飄渺無極 但清歷這片土地 依然令人覺得 祖先血脈滄桑成舊的 過台灣歷史 歷歷在目 可舐 那佛 新年 編 中華